第十五轮比赛 亚冠名额花落谁家基本敲定 将棋区以及其别人的球队日子更难过 包机队任重到远 三岗本额坐镇八万人体育场赢战横峰 一个在积分榜榜首 一个积分榜垫地 两队处境有天壤之别 虽然上岗战至天时地利人和 拿三分似乎步步难 但千万不要忘记 爱兵必胜这个词 横峰现盘赢积分榜垫地 比架极区边缘的重庆思维上六分 所以三分对他们来讲价值千金 横峰已经破千荒取得两年胜 本轮对阵上岗能抱冷吗 亨大本轮对手是河北华夏幸福 由于已经落后上岗四分 所以卡纳瓦罗的球队 在接下来的六轮比赛 不能有任何闪失 华夏上一轮客场 领导二玩外架级热门建业队 让球队的处境非常尴尬 恒大上周在主场3比0玩上大连一方 成功的将第二名与第三名之间的分差拉大到期 恒大面对华夏有绝对优势 可取三分并非难事 国安本轮要南下广州挑战负力 两队最近处境都不怎么好 国安接三轮比赛前后碰到夺冠热门上岗和恒大 结果遭遇罕见的三连半 要知道国安在前24轮一共才输无常 复利最近三轮同样不胜 其中一场是在主场移到一平降级区的重庆思维 国安与复利刚才足起被交手 结果是国安大胜 半轮两队再次相遇 国安迎求概率依然更大 苏宁县排名积分榜第五位 但已经落后第四名的国安积分 在最后几轮要超越国安很难 本轮苏宁要口场对阵大连一帮 一帮主场战绩非常好 而且球队近期表现抢眼 所以苏宁不会轻松在大远拿分 如果苏宁本轮落败 那么与第四的分差会变更大 前思宁的地位会更加稳固 苏宁华夏目前积分12分排名积分榜第六 距离前四还差13分 如果本轮滑下不能暴闹击败横打 那么第六名与第四名的分差 很有可能被拉大到16分 在联赛仅剩五轮的情况下 积分榜的第六名往后的球队将退出 压冠资格争夺战 苏宁虽然有理论上的可能进前四 但几率很小 所以本赛季积分榜前四名基本确定 压冠齐的归属不会再有太大变化 但轮队阵 人和VS建业 鲁能VS权限 重庆思维VS深花 太大VS压态 利亚 悦 愦